登嘉楼一名22岁华乌翼混血女子 怀疑遭亲人虐待致死 去世时身上多处有明显伤痕 而且体重仅剩18公斤 干马晚警局主任穆罕默塞义警监 今天指出 警方不排除受害女子生前 甚至曾经遭到性侵 因为验尸发现死者的私处 也有受伤的痕迹 受害女子的父亲4月26日向警方投报 宣称死者因为发高烧而在家中病逝 警方对死者的验尸报告存有怀疑 而到死者住家查探究竟 结果发现女子身上有被咬伤的痕迹 而且眼睛淤肿 还有因为饥饿而导致激瘦的情况 死者4名家人 包括生父 继母 妹妹和弟弟 事后遭警方延扣一个星期 在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下 接受调查 在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下